本周中国舆论厂继续推出国潮万物的系列报道 我们将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走进上海细秀海派繁花 我们要了解一下海派的这些国潮品牌的来历 同时还要品尝一下海派的国潮小吃 我们细细地感受一下海派文化的历史变迁 国潮万物一切皆可潮 一杯上海牌咖啡 一张旧报纸 一个小弄堂 你记忆中的老上海是R8大杠 上海牌手表 还是英雄钢笔和海鸥牌相机呢 我们一起走进这间老字号品牌馆 一起去看看有哪些国潮好物吧 这座隐藏在上海市中心老弄堂里的建筑 始建于1899年 经过百余年的历史 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上海老字号品牌馆 汇聚了上海222家老字号品牌 大白兔 红双喜 玛丽颜料 中华铅笔 这些老字号品牌啊 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上海小朋友们成长 九色鹿 宝莲灯 雪孩子 这些是否都在你的记忆清单中呢 原来没想起来就是原来我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 都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 自己的童年的经历忽然就觉得特别亲切 也体会一下童年的那种感觉 上海是一座艺术之城 朵云轩兹1900年创立尖善庄企 传承了木板水印这一传统记忆 120多年来 秉承着新材别出的工相精神 他们将木板水印技术 发展成了一门综合绘画 雕刻印刷的再创造艺术 上海啊也是一座时尚之城 我身边的这一个龙凤旗袍啊 就传承了上海最传统的旗袍制作工艺 镶嵌滚挡 绣楼雕盘 每一道工序呢 都用了最高级的工艺 而像我身上的这样的心中式的服装 如今也受到不少消费者的喜爱 有人曾经感叹 如果上海不被称为音乐之城 还有哪里可以拥有这一称号呢 在我身旁的钢琴 小提琴 二胡 琵琶等乐器 也寓意着夕阳乐与明乐 在上海发生着深刻的碰撞与交融 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悠扬的琴声 来自于上海本土的钢琴品牌 史特劳斯 中国民族工业史上的第一台钢琴 就产自于上海 同样敦琴这一明月的代表性制造厂 也来自于上海 最初由产业工人自行设计 从吃穿用度到艺术时尚 上海的国潮都展现了 上海的海纳百川 兼收并序的文化特质 而近两年 国潮风体验成为新时尚 上海预言可以说是 上海国潮体验必打卡的目的地 一场汇聚了众多国风表演 和国潮体验的秋日漫游会 正在进行 穿过九曲桥走过宁辉路 走进上海老饭店 一场沉浸式表演 仿佛将人带回老上海 海天续一日 凤楼远眺 龙滑碗中 老饭店用上海本地的传统小吃 制作的护城八景 将古时文人们推举的 护城八大美景呈现给顾客 这盘夜月糖角描绘的就是 石粮月夜了 石粮是上海的外方邦的石拱桥 而夜月则是用上海的特色小吃 糖角来表现的 撒上一勺白糖 月水桥相应成趣 咬一口从眼前到舌尖 都是中式的浪漫 最新的时下比较流行的国潮 不单单是对时尚的追求 也是同时传承这个中华传统文化 通过也是跟怀旧的结合吧 让外地的游客 能够品行到上海的味道 同时也能够了解到上海的文化 接下来一起进入 《一榜之余情》板块 《一榜之余情》 我们来看看本周的榜单 榜单第一条是 以军打击伊朗的军事目标 这也是本周关注度最高的一个消息了 当地时间的27号 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做出了回应 他表示 以色列的邪恶行为 既不应该被低估 也不应该被放大 伊朗应该让敌人了解其力量和决心 那么这也是哈梅内伊 在以色列26号 突袭伊朗的军事目标之后 首次回应 那么关于这些情况 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 驻伊朗的记者李建南 建南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好的 陆建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 根据伊方目前披露的消息 26号凌晨 以色列突袭了 包括德黑兰省在内的 伊朗的三个省份的部分军事基地 并造成四名伊朗军事人员的死亡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伊朗军方的表态 26号晚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发布了一份声明 比较详细地介绍了 以色列的本次军事行动的规模 以色列是利用了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的领空 在距离伊朗边境大约100公里的地方 用战机向伊朗发射了导弹 造成了伊朗的多个雷达系统的损坏 声明同时披露了两点比较重要的信息 首先伊朗的防空系统拦截了大部分的以色列导弹 并阻止了以色列战机进入伊朗领空 因此本次行动规模有限 造成的损失也有限 其次声明中并未提到 伊朗向以色列报复复仇等字眼 而是将重点落在了 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 其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侵略行为 分析认为这是伊朗向外界 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表达立场 即如果加沙和黎巴嫩能够实现持久停火 则伊朗也将随之做出缓和地区局势的举措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看 伊朗政府的一些措辞和表态 就在几个小时前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首次回应了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哈梅内伊表示 以色列的犯罪行动不应该被放大或者是贬低 一直以来以色列对伊朗的误判应该被化解 伊朗应该让敌人知道其力量和意志 另外我们关注到在本次袭击发生后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分别同卡塔尔 埃及和叙利亚外长通电话 除了强调伊朗将在适当的时机 对以色列的侵略做出果断回应之外 阿拉格奇也表示 国际社会应该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 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 实现公平公正的停火举措 防止战争和冲突蔓延至整个地区 那综合以上的信息呢 我们可以看出 目前伊朗的立场是要确保加沙地带和黎巴嫩 能够实现停火 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同以色列的军事对峙 和发生直接战争 另外呢 黎巴嫩珍珠党的力量 主要是集中在黎巴嫩的南部地区 而珍珠党多年以来 一直是伊朗在地区支持的重要的抵抗力量 因此呢 如果各方能够在公平的条件下 在离以边境实现停火 对于伊朗维持其地区影响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与此同时呢 也有伊朗的分析指出 未来地区局势是走向缓和 还是继续升级 以色列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如果接下来 美国继续在军事和政治上支持以色列 那以色列也不改变其错误的政策的话 那么伊朗将会继续联合地区的抵抗力量 对以色列进行反击 以上呢 就是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带来的观察 录见 好的 谢谢建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关于这个话题呢 很多的网友也非常的关注 发来了很多问题 我们接下来请雨萌为我们推送一条 好的 很多网友都关注到了 以色列此次打击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这位网友就关注到了 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范围 我们来看流星的问题 伊朗军方说 以色列战机是从伊拉克 向伊朗雷达发射远程空机导弹 以色列为何选择飞机远程奔袭 伊朗称 将保留在适当时候 做出合法回应的正当权利 释放了什么信号 好 这个问题 请雅西宇老师回答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以色列要攻击伊朗 它只能靠飞机 因为两国相距2000公里 中间隔着这个叙利亚和这个伊拉克 它只能靠空袭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 这一次的空袭呢 以色列的飞机并没有 就是包括F35在内 也就是隐形 最先进的隐形战机 在内一共100多架军机 悉数都在伊拉克的境内 而没有进入伊朗的领空 进行这个远程的这种导弹发射 这个呢 释放的这个信号呢 其实有两种目的 第一呢 就是这场空袭 是有节制的 第一没侵入到领空 第二呢 打的目标呢 这个是有限的 主要集中在这个军事目标 特别是这个伊朗首都德海兰附近的 两个这个军事工业综合体 还有这个伊朗最先进的这个S300 那个俄罗斯的这种防空导弹 就是要废掉这些无人机导弹等等 我就打这些 石油设施 核设施 包括这个民用设施 它都不打 这是远程袭击的 要释放的一个信号 据说呢 在释放这个 这个在打击之前呢 以色列的空军很有意地用这个雷达 照射这个伊朗的导弹 这个防空系统 那么我们知道雷达一照射的话 你的这个传感器和这个雷达 就都会发现的 其实也是给了一个这个预先的预警 有一点像去这个今年4月份呢 双方这个点到极止的互打一样 那么这个是可能刚才 与那个美国的压力有关 但是事实上呢 美国压力是有个事 最大的问题是 以色列也不想因为这次的袭击呢 引爆这个第三条战线 它已经是两线作战 如果跟伊朗实在在进入到三线作战呢 那么以色列确实是不可承受的 即便有美国帮忙也不行 所以说它这次呢 是表面听了美国的话 但实际上也是为自己利益考虑 那么伊朗的这个反应呢 也很耐人寻味 就是它保证这个正当的权利 那么除了网友问到 保留正当权利之外呢 刚才这个记者也报道了 就是你要在那边停火 所以说接下来怎么发展呢 实际上伊朗等于把球 踢回了到了以色列 就是你如果在加沙和这个 黎巴嫩停火 我这个保留的权利 我就接着保留 但如果你接着打的话 那个就不好讲了 因此呢表面看呢 就是以色列报复了伊朗 伊朗要不要回报复 那么这个问题 其实球被踢到了这个 以色列这儿 但以色列呢 他不会停止在加沙和这个 黎巴嫩的行动 而且呢我们看到 以方公布的这个信息里面呢 有一些细节耐人寻味 有两个吧 一个呢就是 以方呢公布了这个视频 这次袭击行动呢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和以色列防长呢 是在地下掩体里 指挥了这次行动 那么还有一个细节呢 就是我们看到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 这一次的袭击行动 是基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 而并不是听从美国的指挥 就这两个细节 小慧老师您觉得 能够读出什么样的信息 有什么样的意味 您选取的这两个细节 都非常重要 大家会看到呢 以色列对伊朗的回击行动 靴子终于落地了 而在这个落实当中呢 应该说细节 传递出很多的信息 从这个以色列方面 公布的画面 也就是总理和防长 共同指挥 这一次的作战行动 这个画面呢 现场感很强 同样的也有一种 这个紧迫感 也就是说呢 以色列这一次的行动 刚才杨老师所说 还是有所克制 以色列认为回击本身 就意味着风险 也非常担心 伊朗的后续的反应 也在观察伊朗的反应 所以在指挥行动的时候 不管是这个以色列总理 还是其他的高层 其实呢都认为 现在以色列方面 还是承受着一定的压力的 但是我们知道呢 这一次回击行动 是这个箭在险上不得不发 是一定要落实的 靴子一定要落地的 首先呢是针对10月1日 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攻击 所以以色列它的高层 必须要给国内一个说法 强调呢 现在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 包括总理在内 依然在发挥作用 而另外呢 现在随着局势的发展 这一次的回击 突出这个紧张的画面 其实也是希望在国内 形成这种同仇敌忾 对于国内已经出现的 这种分裂 对于总理不断提出的质疑 可能会产生转移压力 和视线的效果 那么另外呢 很明显 这次的打击行动 以色列还是希望能够 对伊朗传递信号的 希望呢 伊朗能够感受到 这种威慑的压力 同时呢 要对这个抵抗之乎 来进一步地进行削弱 这是以色列 必须要达成的目标 那么我们会看到 尽管行动 它在选举目标的时候 以及打击的手段上 是有所收缩 但是呢 公布了画面之后 还是从舆论上 来试图进行扩大 也就是说 现在对于以色列来说 非常希望这一次的行动 能够精准达到自己的目标 而最关键的 伊朗的反应 就是伊朗不要回首 这一次的行动 实际上是把球 又踢到了伊朗脚下 那么如果这个球踢得不好 踢歪了 那伊朗方面的反应 后续以色列 必须要这个仓促应对 这是以色列 所不需要看到的 那说到美以之间的关系 刻意地解释 当然就是掩饰 但是呢 我觉得美以之间的关系 您刚才也提到 以色列说 并不是听从了美国的指令 这某种程度 也反映出现实 也就是说 美国对于以色列的影响 当然会产生效果 但并不起到 这个最终的拍板的效果 很显然 这次双方沟通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利益方面 进行了进一步的协调 双方强调 战略目标还是一致的 其实说到近一时期 以色列的行动 对伊朗的回击行动 并不是所有行动的全部 那么通过这个 与美方进行沟通 在下一阶段 包括针对 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 以及后续的一些行动 当然都希望 美国进一步的支持 甚至是纵容 那美国对于以色列 这种安全承诺 包括这个支持 以色列的自卫权 希望立场进一步的强化 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以色列也知道 这一次的打击行动 不可能解决伊朗 所以行动尺度的拿捏 还是这个需要考虑的 那同时呢 双方之间高度的战员目标 就是要在伊朗 不还手的情况之下 后续继续对伊朗 对于这个地区的 反以反美武装 来进行削弱 所以在这一点上 美与之间 是能够形成高度共识的 谢谢小灰老师 对这些细节的解读 其实这次袭击行动 本身呢 也透露出了一些细节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当地时间26号凌晨 发表声明称 以军对伊朗军事目标 实施精确打击 以回应伊朗本月初 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 以色列媒体报道说 在三波空袭后 以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结束 当地时间26号 伊朗防空部门发布公告表示 尽管伊朗已经警告 以色列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但以色列仍在26号凌晨 袭击了伊朗德黑兰省 胡奇斯坦省 伊朗母省部分军事中心 袭击大部分被拦截 仅对部分地区造成有限破坏 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26号凌晨 报道称 以色列安全内阁25号晚间 通过电话会议 批准了对伊朗的袭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和国防部长加兰特 在一处地下设施指挥此次袭击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5号晚 援引以官员的消息称 以军此次对伊朗的打击 重点是伊朗的军事目标 不包括伊朗的核设施或石油设施 总台记者26号获悉 以色列方面声称 以空军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 数十个战略目标 包括导弹工厂 无人机研发与生产设施 导弹发射基地等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 2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伊朗保留对任何侵略 作出反应的权利 以色列的任何行动 将面临适当回应 据叙利亚通讯社26号报道 以色列军方当天凌晨 对叙利亚中部和南部的 多处军事基地展开空袭 首都大马士革有爆炸声传出 据叙国家电视台报道 叙防空力量已经对敌对目标 作出回应 部分导弹遭到了拦截 据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报道 以色列26号凌晨 几乎同时对叙利亚与伊朗 展开袭击 关于这次的袭击行动 网友们还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我们继续来推送网友的问题 网友在猜测以色列和伊朗 是否已经陷入了 报复循环当中 我们来看一条 推送给杜老师的问题 以防这次袭击 伊朗有何考量 打击范围有啥变化 伊朗此前称 准备了至少有10种方案 但又表示 优先考虑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 达成持久停火 双方还会陷入报复循环吗 关于这次袭击行动 可能还有很多细节 我们请杜老师到大屏幕前 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这次袭击行动运降了很久 跟上次相比 至少延迟了二十多天 这次打击行动 如果从技术角度来看 有两点 第一 它使用了劳拉空射导弹 因为这种导弹 是以色列第一种 空射的大量导弹 外形跟俄罗斯米格31K 带匕首差不多 如果能够在伊拉克上空发射 按照2008到400公里的打距离 它可以对黑栏 形成很强的毁伤能力 另外一个F-30战斗机 如果在边境地区 发射各种武器装备 它对点的毁伤能力相对较强 所以从打击范围来看 像之前美国和以色列 进行协商 当时要打石油 要打天然气 现在只打了电厂 打了军事设施 打了其他的一些军事相关要素 所以从打击规模 包括打击的点位上 没有明显扩张 所以总感觉到 当初以色列和伊朗之间 打成一比一 伊朗的应对方式 就是通过多种武器装备 联合去拦截 而且现在看 伊朗目前戴着导弹数量 非常强劲 特别是这次 又把自己的多种武器装备 亮相 如果在空气过程中 通过其他武器装备 包括各种拦截系统 它可以对这些目标定位 再加上有媒体报道说 双方已经通气了 就是王达尔打怎么打 跟上次双方之间打击行动 那个暗通团取 有某种相似的地方 所以这种应对行动 可能我早有预案 有准备通过武器的部署 包括各种打击行动 可以第一时间形成较强的 抗击能力 如果下一步 以色列和美国联合加码 伊朗的说法是两种 第一它有一千枚弹的导弹 也很会打向以色列 这跟10月1号 那个180到200枚相比 它有很大的超出 至少是5到6倍 第二点是美国最头疼 如果联合施压 特别如果打了伊朗的油气资源 让伊朗国家安全受了严重影响 伊朗会不会有核武器 而且伊朗的议员已经声称 我们目前油浓缩浓度60% 下一步两周 就可以把60变成90 90武器级 如果在美国以色列 联合军事围堵之下 这个伊朗铤而走河 它所形成的威胁能力 它会进一步的依靠 我们让中东以色列 是可以生核大国 如果再逼迫出一个核国家 这样在中东地区 战略形势将会发生大的变化 对美国的中东利益 也会产生严重影响 所以如果一旦加码报复 或者是进行各种 军事战略调整行动 中东地区将永无宁日 好的 谢谢多老师 请您回座 我们看到还有一些网友 关注到说 伊朗此前也表示说 很多阿拉伯国家都表示 不会同意以色列使用其领空 对伊朗发动袭击 但是我们看到 这次伊朗使用了像伊拉克 这样的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领空 那这算不算是侵犯了 阿拉伯国家的领空呢 杨老师您怎么看 国际法规定非常明确 就是两个交战国之间 如果这个其中一方 利用第三方的领空领土 碎行对交战方的这种作战任务 那明显的没有经过 主权国家的同意 那明显的就是 不仅践踏国际法 你也践踏了那个 你经过的那个国家的这个主权 因为你把战争危险 带到了这个国家 比如说沙特这次非常明确 就是说你不能通过 我的这个领空 因为你要通过的话 伊朗要弄极了 它把我的石油设施打了 你没打它石油设施 你打我的了 那么沙特你就不能说 你伊朗你干嘛打我 但是它自己因为理亏 就是说你以色列的飞机 如果经过我了 你造成伤害你来打我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对于就是以色列这次 对伊朗的袭击 我们抛开这个军事的效果如何 从法律的角度 无论是国际法还是有关国家 比如说这个伊拉克的主权 这个领土完整 和它的那种那个主权的那种安全 实际上已经被以色列 非常粗暴地给践踏了 当然了就是因为美国军事基地 在说我是在美军的空军基地上空 那其实是一个不讲道理的 因为美军住在伊拉克 本身就不合法 现在伊拉克主权政府 跟美国人谈的就是 你别看这个你帮我建的政权 现在我要你撤出 现在美伊之间 伊拉克之间谈的就是 美军撤出的问题 当美国跟伊拉克 还在谈撤军的问题的时候 你在这个地方利用它的领空 攻击伊朗这个本身 那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而且这种行为本身 不仅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而且它在整个国际法 国际实践当中 它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很多网友 还在不断地发来这个问题 我们请雨萌继续推送一条吧 我们的网友还关注到了 一些周边的信息 我们来看苏老师的电脑上的一条问题 敏感时刻 沙特和伊朗传出 将计划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的消息 有何意味 乙军在26号同一天 还空袭了叙利亚 中东局势会否愈发紧张 今天我们一直在关注细节 其实说到这个网友提到这条消息 也有很多的细节 我们必须要注意 首先是伊朗方面发布消息 说是这个沙特邀请伊朗 来进行联合军演 地点是在红海 那么如果进行的话 这个时间点 一方面是近义时期 以色列应该说已经在准备 这个箭在线上不得不发 要对伊朗进行回击 那同样的说到时间点 去年在这个中国的斡旋之下 沙特和伊朗刚刚实现了和解 现在的关系正常化 刚刚一年多 如果要进行军演 这个军演能够落实的话 将是这两个国家 历史上首次联合军演 那么必然意味着 双方之间的关系 在出现重大的变化 但是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们关注到的 不仅仅是双边 而是这个多边 而是地区安全格局 其实本轮巴以冲突升级 和以往中东地区出现的动荡 是有不同的 那就是这一次的冲突升级 带给中东地区安全格局的影响 是深刻的 甚至是颠覆性的 在这个格局转变的过程当中 各方都在重新评估 自己的立场和所处的状态 那么对于沙特主动向伊朗 发出邀请 既然这个伊朗现在呢 也是有这种接受的意味 首先反映出的是 沙特希望 在当前局势比较紧张的时候 刚才我们也关注了 如果以色列发动 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是不是要经过他国的领空 在这个表态上 沙特是明确的表态 而且在强化自己的立场 之前大家都会关注过 伊朗外长 在这个中东地区 进行密集的穿梭外交 就是希望在以色列 针对伊朗发动行动的时候 在中东不要形成 对伊朗的更大的合围 而是要更多的国家 看到冲突外溢的风险 让他们对于当前的形势 对以色列的后续行动 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理念方面 很显然这一次联合军演 如果能够落实 就意味着对于阿拉伯国家 像沙特这样的重要的国家来说 现在呢 与伊朗在地区安全方面 有更多的同质性 那么我们说 伊朗和伊朗主导的抵抗之湖 被以色列进行削弱 但是如果现在在中东地区 出现一个更强的 更大范围的反以战线 这是以色列必须要考虑到的 安全形势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变化 那么另外呢 说到这个以色列 对于叙利亚的打击行动 近期呢 以色列在针对利班的南部 在对真中党发动攻势 包括开启地面攻势之后 一直认为叙利亚 是这一场战局当中 非常关键的一点 也在不断地打击 叙利亚境内的目标 一方面关注到的是 叙利亚对于珍珠党 它的后勤以及军事补给 那同样的也是阻止 叙利亚进一步地 提供其他的支持 是希望在这个利班的南部 甚至更广的区域 能够建立起 自己所希望建立的 所谓的缓冲区 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一种陷入多线作战 同时呢 又不想让这个冲突扩大的 这样的一种两难之中 以色列现在希望 借机尽可能地 扩大自己的安全目标 但我们会看到 在多线动作 尤其强调自己 有能力多线动作之时 风险进一步地上升 同时呢 以色列自己面临的困境 其实是在加剧 确实我们看到呢 以离冲突的这个烈度呢 没有丝毫地降低 就在26号 我们刚才说 以色列对伊朗 发动袭击的这个同一天 26号呢 以色列还宣称 以军呢 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呢 在持续 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黎巴嫩真主党 当地时间25号晚 发表声明称 当天向以色列目标 发动40多次袭击 这是自去年10月 本文离乙冲突爆发以来 离真主党 单日发动袭击最多的一天 以军25号夜间 发表声明证实 截至当晚的11点 当天大约有65枚发射物 由离真主党 从黎巴嫩方向 射入以色列境内 以军称 离真主党发射的火箭弹 造成两人死亡 6名以军士兵受伤 值得关注的是 以色列国防军 24号发布视频称 以军总参谋长 哈莱维近日表示 由于已经从根本上 摧毁了 黎巴嫩真主党的 高层指挥系统 以军在北部战线 与黎巴嫩真主党的 作战有可能结束 此前一天 黎巴嫩真主党发布复告 确认真主党执行委员会 负责人萨菲丁 死于以色列的空袭 但没有透露 萨菲丁的死亡时间和地点 据悉 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 9月27号 在以军空袭中死亡后 萨菲丁被认为 是纳斯鲁拉的继任者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 近日 黎巴嫩真主党承认实施了 此前针对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湖住所的 无人机袭击 并表示将继续 对内塔尼亚湖发动袭击 当地时间22号 以色列媒体 获准发布一张照片 显示内塔尼亚湖私人住宅 遭无人机袭击受损情况 照片显示 房屋一侧的玻璃窗被打碎 据悉 该照片此前 曾被与军审查部门 要求禁止对外发布 另一方面 联合国驻黎巴嫩 临时部队25号发布声明称 连离部队在黎巴嫩南部的人员和设施 在过去数日内多次受到袭击 连离部队面临 极具挑战性的安全局势 连离部队在声明中重申 尽管围和人员和设施 不断遭受袭击 连离部队仍在坚守岗位 履行围和任务 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总台 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 赵兵你好 听说乙军现在放宽了 对于以色列北部部分地区的安全限制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所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好的 鲁街 那么目前 以色列同黎巴嫩珍珠党的冲突 可以说没有停止 并且仍然是呈现出 缓慢加剧的态势 当地时间27号 乙军发布战报称 在26号的军事行动中 其共把死约70名 离珍珠党武装人员 袭击了该组织120余个目标 包括离珍珠党空中作战部队 使用的一处基础设施和部分武装人员 此外26号夜间至27号的凌晨 乙军根据情报 再度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几处 离珍珠党武器制造设施 和一个军火部发动了所谓精准打击 在地面行动中 乙军继续在离南部 从离珍珠党成员发生激烈交火 根据我们在27号收到的最新的消息 在此前一天 有4名乙军士兵在离南部死亡 多名军官和士兵受重伤 而从本月初 乙军发动对离的地面 军事行动以来 已经有31名乙军士兵死亡 与此同时虽然以色列在昨天是放松了针对赶快美国民众的公共安全限制 但是当地的局势依然是持续的紧张 乙军在22号就表示 截至到当天的晚间 离珍珠党在一天之内向以色列一侧发射了约190枚火箭弹 以及至少4架无人机 离珍珠党 26号也证实其无人机当天是对以色列不拉为 宇南的一个特拉诺夫空军基地发动袭击 那该组织还发表声明要求以色列北部 及其占领在了格兰高地的25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 证明称这些地点是以军进攻黎巴嫩的基地 所以也将成为离珍珠党火力覆盖范围内的 所谓合法攻击目标 那这也是离珍珠党首次对以色列发出所谓的撤离令 可以视作是其对以色列不断向黎巴嫩民众 发布撤离令的一个战略性回应 那么在今天也就是27号的一早 以色列北部城市阿卡的一处工业区 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受伤 同时一家生产军用和民用航空金属部件的企业建筑受损 可以说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珍珠党发动大规模打击 并且宣称给其造成重大损失之后 离珍珠党仍保有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 甚至是精准打击的能力 而双方的冲突呢 在以色列仍持续其对加沙地带和对黎巴嫩军事行动的情况下 仍然是在缓慢升起 那暂时我们也还看不到 以军有结束行动和双方达成停火的迹象 如见我们前方的最新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 谢谢赵兵从前方发会的报道 那现在呢 后台网友还有哪些问题 请雨萌继续为我们推送 好的 有网友也关注到了以色列近期 对黎巴嫩珍珠党的强硬态度 我们来看欧平的问题 以色列释放强硬信号宣称重创离珍珠党高层 并表示以军北部作战有可能结束 意味着什么 离珍珠党首次对以色列发出所谓撤离令 离珍珠党是否仍有反击的实力 两个问题请杜老师来回答 这个撤离令呢 它这个结束冲突啊 我感觉怎么听着像个烟雾弹 因为之前的这个北人北归是核心是重点 到现在看呢 它几个指标都没有实现 所以如果在有限地面作战行动 没有取得预期成果之后 快速脱离接触 只是对珍珠党高层形成脚大杀伤 就马上接受冲突 现在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首先第一缓冲局没有建立 之前呢它曾经划定30公里纵身 要占领30公里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珍珠党武装 全部驱逐 形成这个军事禁区 形成一种这个控制能力 我们现在看呢 在30公里范围内 不光是珍珠党武装 包括其他点位没有进行驱逐 联合围和部队 也在坚定地维持自己的使命和任务 所以这点看呢 30公里缓冲局并没有完全建立 第二呢 按照目前它的基本作战行动 非常不顺利 几个点位的攻击 分别遇到了抵抗 特别是梅卡尔坦克 包括中央人员都大量伤亡 这个状态下停止进攻 我想这不是以此一般的做法 它一定要想尽各种办法 加强进攻 争取更大的战果 另外呢 从消灭真正党党的一个角度 更没有实现 之前虽然扔炸弹 包括定点袭击 把纳斯鲁拉包裹高层 就是把击人者的击人者的击人者 都斩首了 但是前线作战兵力 并没有实际性能损失 而且现在看呢 前线的作战能力 包括火箭发射能力 也都持续 这个状态下 所谓北人北部无法实现 我想这个停火 大概只是个烟雾弹 目前正党党武装呢 它有两个能力 第一反击能力 这个反击它并不是大部队 然后向北部发动攻击 它是通过火箭弹导弹 连续的打击技能目标 你像打这个格兰旅的石塘 造成重大伤亡 打击雷达战 造成重大伤亡 下一步它最重要是迎击 如果以色列作战部队 向离南部发动打击行动 它的隧道啊 这个武器啊 游击和坚固建筑相互组合 也能够形成一种作战能力 所以目前呢仓促受兵 我想以色列不可能 但是如果按照地面作战持续 珍珠党在地面作战行动中 能够占据某种优势 谢谢杜老师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也表示说 其实在以色列发动这次袭击之前呢 那么他本人呢也收到了这个通报 他也认为说希望这就是结束了 而美国媒体呢也分析认为说 美国确实没有参与这次以色列 对伊朗发动的袭击 但是呢美与双方一直在密切的磋商 那么美国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美国媒体报道称 白宫在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前 不久收到了通知 据美国国防部官员称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5号 在以色列袭击伊朗后 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进行了通话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声明称 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目标 进行定点打击 是一项自卫演习 也是对伊朗10月1号 对以色列的弹道导弹袭击的回应 美国一位白宫官员称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听取得 关于以色列针对伊朗 进行军事打击的简报 并正在密切关注行动的进展 此外 美国中央司令部25号表示 多架美国空军F-16战斗机 已经从德国抵达中东 值得关注的是 据路透社25号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 在与约旦外交大臣萨法迪会晤时表示 应当加快促成 用外交方式解决利益冲突 并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称 布林肯认为 以色列已经完成了 去年设定的战争目标 即瓦解哈马斯和消灭哈马斯领导人 据美方判断 此前哈马斯领导人 西马尔是达成加沙停火协议的最大幅案 目前调解各方 希望利用西马尔之死推动谈判 分析指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于21号开始本轮巴以冲突一年多来 对中东地区的第11次访问 按照外媒说法 眼下距离美国大选日益临近 总统拜登领导的民主党政府 试图在选举前 借布林肯此番访问 强力推动以色列与哈马斯 和黎巴嫩真主党等 就停火取了进展 以提振民主党选情 但目前来看效果残淡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网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 中东乱局当中 美国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很多网友也在持续关注 我们来看这位网友的问题 梧桐落叶 美以防长就以军打击伊朗军事目标 进行通话会沟通什么呢 美总统拜登回应以色列袭击伊朗 称希望这是结束 怎么看待美方的表态 请小辉老师来回答 以军打完了 然后美以防长才进行通话 那肯定谈的不仅仅是 这一次军事行动 行动当中的一些细节 肯定美国还想了解 以色列后续的想法 包括后续的行动 以及未来美以之间的这种协调 那么说到这种通话 其实我觉得首先反映出的是 美国现在非常担心 中东局势会出现突变 美国会被卷入其中 美国会深陷一个全面战争当中 其实过去我们看到 美以之间的关系 时而是非常微妙的 对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包括一些重要的打击行动 之前美国多次抱怨 以色列事先是不沟通的 往往是自己做主 在临时发动行动的时候 才与美方来进行通报 而之后就是让美方 来承受更多的不确定性 但是对于这一次 对伊朗进行打击行动 我们看到美国没有任何抱怨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伊朗 在美国看来 这一次的行动 美国把自己越能撇清 风险是越小的 其实说到中东地区的重大变局 以色列一方面在开辟多条战线 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 它本不愿意开辟 但是会出现的这个新的战场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 最关键的就是和地区大国 伊朗之间的关系 伊朗如果下场 美国被卷入其中 那么事情就彻底失控了 这是一个总体的判断 所以对于这一次的行动 事先没有进行充分的沟通 至少美国是这么强调的 那么对于以色列的行动 在这个行动之后 双方才进行通话 那美国也一直强调 自己没有参与到 这一次打击行动 是向伊朗传递信息 不希望伊朗在这个还手的时候 或者是后续的行动当中 更多地针对美国的目标 而另外很显然 美国现在非常顾忌 国内的政治需要 刚才其实在新闻片中也谈到 此前布林肯的中东行程 是没有达到预期 本身是希望在大选之前 能够使这个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 为拜登的选情 为为哈里斯的选情加分 让这个拜登在执政当中 留下政治遗产 所以停火是一个目标 但是同时呢 这个冲突降级 也有助于减少对选情的震荡 但是显然呢 在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 美国仍然希望强调 对这个中东地区的整体布局 包括与伊朗之间的关系 目前仍然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美国的这种自私 体现在它具体的表态方面 其实它关注的根本不是 问题的关键 矛盾的这种深层次的因素 也并不想真正的重归和平 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表态 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所以对于伊朗所谓的 希望就此停火 这就是这个结束 这样的一个表态 很显然美国当前考虑到的是 如果像4月份那样 在这个以色列回击之后 伊朗就此收手 那么这一轮的这个相互之间的 你来我往就告一段落 冲突目前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那另外一方面 很显然美国认为 现在对于这个以色列的这种影响力 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行动 来进一步的加强 强调此前美国对以色列 希望能够达到的目标 所施加的这个影响 以色列方面应该更加重视 那么关于中东乱局 网友们还关注到了哪些问题 我们继续来推送 这位网友还关注到了 美军近期的一个部署动作 我们来看雨花石的问题 美军称多架美国空军F-16战斗机 已经从德国派到了中东地区 加上此前部署的萨德 美军到底想要干什么 美英此前恢复了 对胡塞武装的轰炸 又有何意图呢 杨老师 第一个问题应该讲 美国在干一件大事 我们都知道 从特朗普2017年上台以后 美国对全球战略做了一个调整 把它简单地概括 叫收缩中东加强两洋 就是我们看这中东毛一撤 那个阿富汗撤的 不管怎么吃相难看也要撤 撤出去干嘛呢 力量要加强大西洋战线 和太平洋战线 那么现在把这个吃紧的 大西洋战线的这个F-16 再派回来 说明美国不得不停止收缩中东 反过来还要再加强中东 那为什么要加强中东呢 一句话就是为了要保护以色列 保护以色列的安全 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色列 它主要是陆军和空军 那么陆军呢 它的主力部队 已经全部派往了这个加沙地带 和这个黎巴嫩南部 而且还可能准备要进入 黎巴嫩作战 国内空虚 空军呢已经陷入三线作战 既打这个黎巴嫩 又打加沙 然后又打伊朗 完了还要炸叙利亚 这种情况下 国家谁来保卫呢 美国人说我来帮你保 这就出现了F-16 急急忙忙的这个 欧洲也紧张 但是你这个更紧 就调过来要保卫以色列 那么同样到底第二个问题 就是美英要干什么 在这个打胡塞 也是要保护以色列 因为我们都知道 胡塞打击红 比如说红海船只 它只打跟以色列有关的这个商船 所以这个呢 英国人美国人也上来了 你打的话那我就打你 那么这样的话就等于什么呢 现在就是说 以色列精锐进出 四面出击 然后自己的安全谁来保障呢 美国人来保障 英国人来保障 为什么美国人要这么干呢 就是因为现在 以色列的这个四面出击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战斗 或者是战术意义 这是涉及到中东地区 未来安全秩序的一个战略问题 我们都知道2020年呢 在美国政府的这个磋商下 对 斡旋下呢 签署了一个叫阿波拉罕协议 那个说白了呢 就是以色列和温和的 伊斯兰国家主导的 中东新秩序 然后对抗这个激进伊斯兰 那么去年10月份的这个危机爆发之后呢 就把这个协议给颠覆了 那么形成了呢 整个的伊斯兰和阿拉伯国家 对抗这个以色列 这个情况下 阿波拉罕协议的这种秩序 没法建立了 所以以色列呢 现在就是打的 无论是打加沙 还是打黎巴嫩 甚至未来打这个叙利亚和这个伊朗 目的就是在没有办法 同温和伊斯兰 联合构建它主导的安全秩序 它就要用武力建立一个 保障自己绝对安全 不能让巴勒斯坦建国 也不能让反对以色列的这个力量 来威信以色列 就是一个保障 两个不能 那么这样的一个秩序呢 只能靠打仗来完成 美国人深知 这不是一天两天能打下来的 所以现在在加强对以色列的保卫 英国人也是同样的目的 就是在这场秩序之战当中 实际上美国 英国已经下场了 谢谢杨老师 谢谢杨老师的分析解读 接下来提醒大家 要扫描屏幕下方维码 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 参与到节目互动中来 中国为鲁花香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区霉素 技术发明专利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 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接下来进入 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 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板块 热点全网罗来关注 本周热词半岛局势 半岛局势持续紧张 而美韩却在此时 频繁进行大规模的军演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近日视察朝鲜战略导弹基地 并表示绝对不允许半岛力量失衡 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俄外交部副部长 李亚布科夫25号表示 俄罗斯与朝鲜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条约中 有关军事援助的内容 是具有遏制意义的信号 据悉 条约第四条规定 如果一方受到某一国 或数国武力攻击 并处于战争状态 另一方则应立即动用 一切可用手段 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 此外据朝中社报道 近期有媒体报道 朝鲜向俄罗斯派兵一事 引起舆论哗然 朝鲜外务省负责 俄罗斯事务的副相 金正奎25号表示 朝鲜外务省不直接参与 朝鲜国防省的事务 对于此事没有必要另行确认 金正奎同时强调 如果却有歧视 那也应该是符合 国际法规范的行为 而此前一天 韩国总统尹熙月表示 韩方曾坚持不对乌克兰 直接提供杀伤性武器 但今后可按朝俄军事合作动向 发挥更多灵活性 尹熙月称 若朝鲜派遣特种兵 元俄公屋 韩方将分阶段缘务 研讨并实施 为保障朝鲜半岛安全 所需的措施 我认为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 近日 據朝中社報導 朝鮮勞動黨總書記 國務委員長金正恩 視察了朝鮮戰略導彈基地 金正恩在視察期間表示 美國戰略核武器的威脅不斷升級 迫切要求朝鮮進一步 提高戰爭惡制力 韓媒稱這是金正恩首次公開視察 朝鮮洲際彈道導彈基地 從朝方公布的照片可以看到 基地裡部署有火星炮18洲際導彈 該型導彈是朝鮮首款 搭載固體燃料發動機的洲際導彈 美國北緯38度網站推測 火星炮18的最大射程 可達1.5萬公里 韓聯社認為 金正恩視察部署洲際彈道導彈的基地 可能意在展示朝鮮有能力 打擊美國本土 鎮風相對的是 10月初 韓國總統尹希悅 在建軍節演講中表示 如果朝鮮企圖使用核武器 將面臨韓軍和韓美同盟 堅決且具有壓倒性的反制 10月以來 半島局勢螺旋式升溫 美韓卻仍在頻繁軍演 據韓聯社25號報道 韓國空軍當天表示 陸海空三軍模擬敵軍動用飛機 和導彈發起攻擊的情況 實施了聯合防空演習 航空軍投入F-35A F-15K等戰鬥機 和KA-1攻擊機等 70餘架空中戰力參加 此外 地空導彈武器系統 天宮 宙斯頓驅逐艦 等陸海防空戰力也參演 演習模擬敵軍動用包括無人機 在內的飛機和導彈等武器 發起飽和式攻擊的情況進行 航技數量多達800多個 據韓聯社報道 韓美空軍從10月21號起 至11月1號 舉行大規模聯合空中演習 自由旗幟 韓國國防部稱 演習旨在通過韓美空軍牢固的 聯合防禦態勢捍衛自由與和平 另一方面 美國又將航母派往亞太 據美國海軍協會網站報道 美國海軍22號宣布 接替里根號航母的 華盛頓號航母已經出發 正前往日本橫須赫基地 這是華盛頓號第二次 在日本橫須赫基地 進行前進部署 報道稱 華盛頓號抵達日本後 美國持續近半年的 亞太航母真空期將結束 圍繞當前的半島局勢 我們來看看網友們 有什麼樣的問題要問 網友問題很多 我來推送一條 比較有代表性的 番茄紅嫩的問題 金正恩首次公開視察 朝鮮洲際彈道導彈基地 釋放什麼信號 美韓目前還在舉行 大規模空中連演 華盛頓號航母也前往亞太 這又是在打什麼算盤 這個問題我們請杜老師來回答 以前朝鮮最高的 它是視察導彈 這次的視察導彈基地 你看多了個字 以前是視察訓練 現在是視察作戰 又說明核戰這戰備指標 和以前相比有巨大提升 如果通過首次展示 視察洲際彈道導彈基地 我想它有很多信號在其中 一個是輝英美韓的多種聯合軍演 目前自由旗幟正在演習 目標直至北方 戶國演習 美國加入其中 像之前的像這個風人演習 還有這個以致衛視演習 一大堆演習在南部地區 如果沒有絕對能力 要想應對美韓聯合戰略打擊能力 它認為很難 所以通過展示這種能力 可以讓自己在半島地區的 這種威懾水平得到提高 第二呢是回應現在這個多國聯軍 按照目前韓國的說法 在半島南部有十多個國家 要形成所謂的帶引號的聯合國軍 如果這麼多國家形成絕對實力 它的影響不容低估 只有通過常規能力和核能隊組合 才能完成這種任務 另外就是回應自衛隊入韓 韓國和日本簽了個協議 日本自衛隊將近半個世紀了 要第一次進入韓國基地 這樣對於半島的民族情緒 會產生嚴重影響 之前入侵者 現在唐人皇之地進入到基地 所以這一點無法接受 所以這點呢通過核彈頭 通過核能力要顯現出來 另外呢有可能通過這次行動 要去回應那些派兵傳言 你像之前呢 說什麼有各種兵力進入 如果按照目前這個狀態 我把核彈加起來 把我的這個核盾牌揮起來 對於各種傳言 都很好的抵禦效果 韓國聲稱如果有了這件事 可以出口什麼殺傷性武器裝備 我想通過這個點 可以把半島南部 所有的這些言論全部盪平 實現在半島地區朝鮮自主的 一個基本狀態 謝謝鄧老師 提醒大家搜索並關注 中國輿論廠公眾號 參與節目互動 更多好理等你來拿 接下來讓我們共同欣賞 本週早安中國的精彩激進 可愛之餘 經激進 留在 Sch tre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目前早安中国在海外平台的总浏览量超3.8亿人次 大小屏总观看量近33亿人次 每天早晨7点早安中国在中国舆论场和CCTV4新媒体端 央视文旅和学习强国与您准时相约 欢迎您持续关注